爹,都二十几年了,你还没有找到凶手吗? 当初我和师兄已经猜到一个人,或许会是杀害我师父的凶手,只可惜我们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 爹,就算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你也应该告诉子龙,让他小心提防着这个人。 说不定有一天,他害了子龙呢。 等会儿,我就告诉子龙去。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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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师叔! 师叔! 师叔,你总算是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柳慎,你怎么又受伤了? 师叔,子龙被山贼抓住了。 师叔! 乒夫! 师叔! chae 大哥 铁面墙那小子诡计多端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咱要不现在就去砍了他 不 不要看 这小子太可恶了 得刮了他 对 得千刀万刮 对 刮了他 大哥 耍赖你 谁耍赖 喝酒 炒什么炒 好 我有钱 我给你 你帮我买 小子 你挺有钱啊 多厉害有没有了 给我拿出来 没有了 快快快拿出来 他 真没有了 你胡我尸证 非得我搜你 这小子不老实 我告诉你搜着就不好了 搜搜搜 大哥 你让开 我真的没有了 我跟你说 我身上真的没有了 没有 大哥 我大概骗您啊 搜搜搜搜 找我 在门口等着 你这小子有诈 大哥 我真没了 小子 是我自己搜啊 还是你自己拿呀 我要搜出来它就不好了 这是什么呀 这个 是一点酒精 黄泉路上打点小鬼灯 金钱 大哥 大哥 给我留一块 你这酒量不行啊 还行 不得大哥 喝一坛子给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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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钥匙都不是 没关系 这些钥匙是用来开门的 根本打不开 不过来 我们先逃走再说吧 怎么逃啊 大哥 今天 更高兴啊 大哥高兴二弟 二弟 要是把那个铁面侠给刮了 就更高兴了 就更高兴了 二弟说得对 刮 走 走 我先把他们引开 你随后悄悄地出来 这不行吧 这太危险了 不要犹豫了 就这么定了 快 别让他跑了 抓住他 来 来 慢点大哥 抓住他 站住 别跑 快 跑了 你们两个照顾老大 剩下的人跟我走 是 是 站住 站住 看你往哪儿跑 跑啊你 来 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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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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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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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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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他 住手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在上面啊他 他什么时候跑上去的 快放开赵子龙 否则我射死这个罪鬼 轻衣 干嘛回来 快走啊 既然回来 就是要与你同生共死 断无毒活 这不是常山郡主吗 怎么 你要射我 来 看准了 朝这儿射 来啊 二弟 他给我杀了 大令 大哥 大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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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山郡主 剑法不错嘛 射得很准 可惜啊 力道差了点 没想到吧 老子从小就在酒坛子里面泡大 喝酒 照样杀人 下 七一 你已经逃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若是你 你会去我于不顾吗 来人 把长山郡主 捡回屋 把这个小子 押到三寨主的坟前 我要把他千岛万寡 你解我心头之恨 带走 带走 是 七一 子龙 起来 子龙 走 起来 七一 鹿角 我以长山郡主的身份命令你 快放开他 长山郡主 子龙 放心吧 交给我了 你们别杀他 别杀他 快走 快走 走 快点 快点 走 山郡主 铁面侠给你抓过来了 今天一定给你报收血恨 贵子仇怎么还不来 贵子仇万多 但找个会凌迟的 不太容易啊 铁面侠几次让咱们舍的兄弟 是得让他死得痛苦些 铁面侠几次死里逃生 这小子命硬 再等下去 别有什么变故 要不 咱先把他的脚心给挑了 他无论如何也跑不了了 这个注意好 怎么回事 他一说要杀人就吓晕了 兄弟们 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动手 大寨主都着急了 让你们立刻杀了他 兄弟 没事吧 快起来 快起来 他怎么了 铁面蛋的 一说杀人就吓晕了 那还是我来吧 我来 赵大哥 兄弟 这是为何 别问那么多了 我先带你逃出去再说 来 走 走 快 这边 快 不好了 赵子龙跑了 赶紧给我追 快 追 祖龙哥 这边 幸好已经逃出一段距离了 看来 已经没有追兵了 赵大哥 你先在这儿歇会儿吧 小兄弟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 你 你是公爷 嗯 公爷 你这是要做什么 赵大哥 难道 难道 你一点也认不出我是谁了 你是 还记得你当铁面侠使 在城外树里 救过的少女吗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恩公 恩公 真的希望你能留下性命 我纵然一事无法报答 但定会为恩公焚香送金 祈求上天 必有恩公的 是你 嗯 可你怎么会 变成这样 怎么会进了贼窝啊 嗯 我还静静自己能落草为寇了呢 姑娘 你不要这么说 先不说那么多了赵大哥 还是我先带你逃出这里吧 等等 新衣还在牢里面 姑娘 钥匙给我吧 可是 现在回去也未免太危险了吧 不管有多危险 我一定要救她 这 可是你现在回去 他们已经知道你逃出来了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要不然这样 你先回去 我一个人偷偷地走 那怎么行啊 这样吧 还是我带你回去 毕竟我熟悉地形 也许 能带你避开那些搜骨圈 走 打起京人 打当家的吩咐 严防死守 绝对不能让这女的跑了 是 你们几个去那边 是 是 赵大哥 他们人多 还是让我来吧 谁 谁在那儿 谁在里面 出来 师父 赵大哥 好功夫 赶紧救人吧 七 七 把我放出去吧 大哥 你呢 七 七 七 不要跑 不要跑 子龙 你怎么 小心 起 青衣 娙朴儿 啊 你先走吧 别管我了 不 要走 咱们一块走 不要害怕 来 快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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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你等我 抓住他们 快 快走 快追 快 追 没事吧 大哥 没事 停着 你们几个跟我去那边 你们继续追 是 这边 驾 驾 快 抓住他们 站住 别跑 哪儿跑 往哪儿跑 你们不是想跑吗 接着跑啊 跑啊 是 快 啊 啊 师叔 子龙 快点轻易走 还叫什么 还不快走 我还叫什么 还叫什么 我还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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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跟我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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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季篓 快 上街 季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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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吧 不 我不会放手的 你这几天被山贼 伤得太重了 没用的 快放手 你这样陪着我死 真的毫无意义 放手吧 谁说没有意义 方才谁说 同生共死 断无毒活 又是谁问我 若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诈文 有间隙 有间隙 间隙 大寨主英明 一下子就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小的跟你一样 也有同感 认为我们当中必有间隙 对对对 有间隙 有间隙 与敌人自动 死同 五哥 五哥 你是间隙啊 老婆 你 大 大哥 冤枉了大哥 我怎么可能是间隙呢 你还不了解我吗 你看我干嘛 你什么意思 你老五 收起来 大哥 不是 我真冤枉 我怎么可能是间隙呢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四处看看 看谁比较心虚 老五 我也觉得你挺心虚的 大大哥 我老五 我对虎牙山 肝胆相告 我日月可见 我怎么可能 和敌人传统好呢 好了 反正现在人 被你们放走了 必须给我抓回来 否则 这笔账 我就算在你的头上 大哥 可是 赵子龙 和那个夏侯 清姨 已经掉进了 那个绝命谷 那个绝命谷 人人皆知啊 如果 如果掉进去 那肯定是 没命的了 老五 我要 见人 死要 见尸 你明白吗 那个 明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子龙到底去哪了 子龙就轻易出了贼债 却又双双坠入了绝命谷 生死为补 绝命谷 这还了得 师叔 绝命谷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们才来 镇定县不久 难怪有所不知 这绝命谷是附近 出了命的绝地 反误辱之人 千百年来 从没有人活着离开 郡主 你能听到吗 轻易 郡主 过来 那边看看 过来 好好从这儿放下去 走 将军 快 这里太危险了 我让你们把我放下去 这 这是命令 你们只需照办 我的死活 不用你们负责 还不快点 好好 高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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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我们现在是为了救人 光在这儿喊叫 有什么用 高将军 把你放下去 有什么用啊 这谷底有多深 绳子能有多长 根本无济于事啊 这活人 是不可能进到谷底的 现在 只能求老天保佑 保佑萧起平安 有生机回来了 怎么能这样轻易放弃 你如何向你家主公交代 我又有什么办法 这是哪儿 绝命骨 绝命骨这三个字 是前人随随便便 叫出来的吗 绝命啊 高将军 轻易 子龙 只要你们能好好活着 让我拿性命去换 我也愿意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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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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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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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受伤了 这里疼吗 不疼 应该是 从崖上摔下来的时候 被树枝刮的 伤得很重吗 从那么高的悬崖上落下来 拿这点伤换回一条命 已经是老天爷眷顾了 是啊 我以为 我们死定了 不过 没什么 我们现在 应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要不然 就成了野兽的晚餐了 野兽 是啊 你说这附近有野兽 当然了 你看 这儿 是丛林野池 你和我 对于野兽来说 就是从天而降的美味佳肴 就不知道 它是先吃你 还是先吃我了 讨厌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吓我 好了 先把你的伤口处理一下 你还走得动吗 来 小心 耿将军 小姐有信了吗 你倒是说话呀 庚将军 小姐到底怎么样了 你说话呀 说来说去 小姐命丧绝命果 绝命果 都是拜你所赐 你就是罪魁祸首 谁是罪魁祸首 这个等会儿再说 你刚刚说小姐命丧绝命果 你的意思是 小姐已经 是啊 走进绝命果的 哪还会有命才 已经几百年了 走进绝命果的 没有一个听到 活着回来的 我还得好好 给自己打算打算 天天跟你们夏侯家 忙上忙下的 我们夏侯家 你难道不是 夏侯家的家将吗 已经这样了 我回去老爷 会让我活命吗 我还是好好打算打算 领盟生路吧 小姐伤切生死未卜 在这关键时刻 你怎么能独自溜走呢 我不走 难道留下 给你们家小姐病赠啊 你怎么 高将军 方才救小姐这事 这小人还敢躲 看我不杀了你 高将军 别 别打 别打 不肯出力也就罢了 还敢让轻衣早死 看我不教训你 你这个混账东西 高将军 别 饶命啊 高将军 就算打死你 也救不了轻衣 我现在就给岳父大人送信 向他求援 一起寻找轻衣 关于你个小人的死活 让他处理吧 高将军 高将军 不可呀 不能让老爷知道 老爷知道我就死定了 以后再真定性 我实时受你调解 绝不再受二活 我可不稀罕你这种小人的死活 你记住了 再敢诅咒轻衣半局 我定不会饶你 谢高将军 谢高将军 我一定全力找小姐 拼了我的命 我也会把她找回来 秦一 真不好意思 我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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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你放心吧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难道你冲进来 这一路都是闭着眼睛的